最後一個是我們要學會的表格的處理 我們的考試啊 很喜歡考圖表解讀 畫一個圖 畫一張表 問你問題 你只要會看圖 會看表 答案就出來了 什麼偉大的學問都不用學過了 你只要會看表格就會 所以我們要知道表 前面講的圖形的處理 要講的是表格的處理 因為我們科學家就要做實驗 做實驗就要測量 做測量結果 我們就要把測量結果變成一個表格 或者變成一個圖形 來幫助我們理解 幫助我們研究 所以這是我們考試的重要觀念 因為它叫做科學技能 我們希望各位有科學技能 我們就看各位有沒有考考圖 考考表 然後來讓你弄看一下 OK 所以呢 我們的表格圖形呢 也會經常交互的運用 就是這樣會就對了 那因為我們國中生所學 大部分都是成正理 那或者是說成反理好 大部分都是說成正理 所以我們有一個小劍招可以用 叫做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什麼叫做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我們來舉例 有一個空燒杯 倒入某個液體測量這個結果 就是各位做的那個實驗 你昨天做的實驗有沒有 就做這個 兩桶裝水量質量有沒有 看體積 就這個 好 然後就問兩個問題 液體的密度多少 空燒杯的質量多少 好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每增加10毫升的水 質量增加 液體質量增加15克 加10毫升加1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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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表格告訴我 每增加10毫升的液體 就會增加15克的質量 也就是10毫升液體質量幾克 15克 那密度怎麼算 密度叫做1等於v分之m 密度是質量除以體積 所以質量叫15克 體積叫做10 所以密度多少 1.5 1.5 OK 就算出來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要做 那空燒杯呢 那空燒杯呢 空燒杯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液體嘛 對不對 沒有液體 好 所以每增加10增加15 沒有液體 減少10沒有液體 增加10增加15 那減少10呢 那減少15 是多少 50 所以游這個就知道 我們的空燒杯質量多少 50克 空燒杯質量就是50克 就這樣做就好 這叫做為它搭起有泥的橋樑 類似體會出在很多上面 比如說下學期要教普克定律 什麼 蹭盤上放法碼啊 可以問你那個蹭盤有多重啊 也是這樣做的 也是這樣做的 這樣子 點點就可以了 叫做為它搭起有餘的橋樑 所以我們告訴你 我們因為我們國中生的題目幾乎都是成 正比 所以我們有一個小建招可以用 叫做 為它搭起有餘的橋樑 所以我通常後面 我都不喜歡帶公式啊 如果要搭橋就好 點點點點點答案就出來了 點點點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我喜歡這個方法 OK 希望你能夠理解 為它搭起有餘的橋樑 好 那但是有一個件事要注意啊 我們當然會有題目 就是那個就是很正常 我是1你是2 我是2你是4 那正常 可是有的時候題目有什麼過量 超過的 太多了 已經不會再反應了 不會再動了 那就沒有會成正比 沒有會成正比 這個我們後面會有題目 讓你練習一下 會有題目讓你練習一下 會有題目讓你練習一下 有超過的over的量 的部分 要上一句 前面就是正常就是我1你2 我2你4這樣子 那種那種 可是我可能到了 8就到頂了 4就是8 5呢 還是8 6 也是8 因為已經到頂了 不會再有時候過量 太超過了 那要注意一下 這就是有關於 我們請各位 做表格的處理的部分 希望你能夠理解 什麼叫做為他搭起有贏的橋樑 很好